委員長 早 委員長 早 委員長 早 委員長 我想 首先呢 還是先就我們 武漢滯留的台人 來跟 院長來請命 我想這個 滯留武漢的台人 在4月8號 確定武漢成就已經解封了 那到底我們現在政府 對於說我們滯留武漢的 這些台灣人 那現在還是仍然維持著計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 對於這些台灣人要如何 回到我們國內 回到我們台灣 那請問院長 我們現在政府到底跟陸方 有沒有在積極做一個協商 請院長 謝謝委員對於 國人同胞滯留武漢回台 我們都同樣的態度 就是我們都 會積極希望 能夠讓他們安全的回來 而也要保護 2300萬 在台的國人同胞的安全 因此我們都是 防疫優先 弱勢優先 過去已經幾次 執行包機 後類包機的緩台 都看出效果 現在我們仍然 依這樣的態度辦理 好 謝謝院長 我想我們過去幾次的 不管是包機或類包機的方式 讓他們回來 我們證明說 從武漢回來的 我們的台灣人 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 其實是不錯的 那這一次武漢城解封 當然我們大概還有400位 我們的台灣人還留在武漢 他們透過媒體 不管是跟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或者是跟我想跟院長 也有來做陳情 希望說趕快讓他們回來 所以我剛才是跟院長來請教的是說 現在既然4月8號已經解封了 是不是可以儘速的 我們透過跟陸方的協商 怎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他們回來 這一點 我們現在有沒有積極的 再做一個 作為 不管是陸委會 海基會 我們有沒有再跟他們 繼續的協商談判 有 謝謝 所以我們這一次 會用採什麼樣子的方式 讓他們回來 是不是可以院長 跟我們來做一個說明 我們還是和對方協商 就是希望 能由我們派出 華航的飛機 在國人同胞回來 後是他們 如上次一樣 到我們還有通航的機場 搭乘國家的航空公司 的飛機回來 但都必須在登機前 有安全的防疫檢疫 回來以後 也是一樣要居家 要隔離檢疫 集中隔離檢疫 院長我們過去都做得很好 但是我現在意思是說 我們這一次 根據媒體的報導是說 陸方現在已經同意說 我們用包機的方式 去接他們回來 所以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情勢 就是說我們 在這個未來幾天 跟陸方的談判 就是採用包機的方式 讓他們回來 而不是用類包機的方式 我們這個 就是提出 向對方提出 但還沒有獲得肯定的答覆 好 謝謝 所以我們政府是 朝這個方向來做努力 對 謝謝院長 好 院長我再就 第二個問題 來請教院長 這個問題是有關 我們這一次五一勞動節 我們是不是要做 超前部署的問題 來跟院長來救教 我想我們在這個 清明假期的連假 我們發現說 我們防疫中心 所指示的 我們的政策就是要 社交距離 這個政策 顯然是破功 民眾根本沒有辦法 去維持這樣子的 一個社交距離 大家還是 門太久了 所以大家都要出遊 那當然五一假期 馬上就到了 那院長 我們看到 昨天的媒體的報導 也講說 我們這次是 踩人車的 就是車流的管控 希望說我們的 各個景點的停車場 就大概呢 讓他們停百分之五十的車 來管制 用車流管制 來控制人流 當然 我個人覺得說 我們民眾出遊 因為大家都去玩 都根本不曉得說 到底會多少人會去啊 如果大家都是這個 利用假日 一窩蜂的 我們就到景點去 但是 竟然說 我去了那個地方 結果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已經在那邊停車了 我就進不去了 所以用這種方式 來這個 控制 車流的方式 來控制 人流 這個方式 這樣子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防禦措施呢 院長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想法 來控制這個 就是人流 謝謝 經過國人同胞 大家一起的努力 台灣是很不容易 現在是世界上極少數 還能正常生活 自由活動的國家 很多國家已經完全鎖國 甚至禁止人民出門 但台灣還可以 所以 在清明年假的時候 我們透過呼籲 透過規範跟指引 原本期待國人同胞 能夠自律 那到 風景區 景點 或者夜市 都還保持社交距離 但是 一方面是 悶太久很興奮 忘了戴口罩 也沒有保持距離 或者是 哪裡估算 也不知道 會來這麼多人 因此 有了這個 上次的經驗後 這一次五一連假 我們就經由 政府 如果 大家都出來 超過一定數量 那我們開始 就總量管制 比如 停車場 就一定總量管制 比如什麼地方 就昏流 等等 就是基於 保護國人健康 也是基於 防疫 不要破口 謝謝院長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 當然用車流管制是OK的 但是 是不是我們的交通部 在上高速公路 或者在整個 要進入景點的路口 我們就要做一個 一定的一個 警示的作用 讓他們知道 知道說現在 那個景點已經 人數已經差不多飽滿了 我們就不要再進去了 有沒有做這樣的考量 有 所有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上的LED 還有這些 標誌顯示 都會預告 這個 就是有關的車流 那也會 達到一定的車流量 那也會有警示 謝謝 我們想要確實要做好防疫 當然我在這邊也提出一個 故意了 我想院長 就是說現在我想很多的醫界 醫生朋友 他們在媒體也投書 希望說 我們現在全民戴口罩的政策 是不是要給他實施的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社交距離沒有辦法 是確實去 這個人民他們自律來遵守的話 戴著口罩 還是滿安全的了 至少不會飛沫傳染 所以現在這個時機 是不是如果全民人民要出遊的話 我們在五一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順便的去跟我們的人民來呼籲說 是不是大家到景點 我們全民來戴口罩 來讓他們不要在旅遊的中間 他們就很自然 有時候人跟人之間交談就忘記這個距離了 是不是也順便我個人建議 這一次的五一 我們是不是也要呼籲 我們的民眾出遊到景點 要全程戴口罩 這個政策可不可行 什麼時候戴口罩 在什麼場合應該戴口罩 這個指揮中心已經有做規範 並且指引 甚至於經由相關媒體不一再的告訴國人同胞 國人同胞也都其實絕大部分也都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不是由政府來命令 什麼時候每天24小時戴口罩 不是這樣 而是請國人同胞 照指揮中心公布的規範指引 大家照這樣來做就很好 謝謝院長 但是我們發覺說 雖然我們的指揮中心有一些指引 但是跟現在我們認為說 在這個疫情現在歐美大爆發 現在又群聚很有 因為從清明假期這個經驗 我們發覺說大家對社交距離的保持 大家都沒有遵守 所以我現在意識就是在五一這個假期 是不是我們更加強說 如果你要出遊 那是不是請你戴口罩 這個可能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對我們的這個防疫 就群聚感染的這個危險性就會降低 所以我個人是救教院長 就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是不是會更好 更容易防防止我們疫情的發生 這一部分我都還是請大家遵照指揮中心 給大家的指引跟規範 這個不是政策判斷 這個其實是專業考量 謝謝 謝謝接下來院長 我們再請教一下院長 因為我們曾經提到過就是說 如果五一的話 如果疫情 我想我們很多事情都要超前部署 如果在五一之前 如果我們這一次的親民連假 這些我們的這些遊客 如果說造成說有群聚感染的發生 那我們在五一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連假會取消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但是如果有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疫情的發生 群聚感染的發生 可能是在4月6號才結束假期嘛 可能到下個禮拜 才有可能說會有這種確診的病例出來嘛 我現在是講一個超前部署的情況 一個假設 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發生 我們的行政院或者是我們的 這個勞動部 有沒有考慮說要取消連假 因為我看媒體的報導 院長也提出過 如果五一民眾不能聚立的話 我們可能會取消五一的連假 有沒有這種可能 疫情的發展千變萬化 那我們是隨時緊盯 如果疫情有任何急劇變化 我們指揮中心跟整個團隊 都隨時會做因應 甚至於萬一如果疫情有怎麼樣 也不一定是哪一天才宣布怎樣 而是隨時就要宣布 隨時就要應對 這就好像打戰一樣 防疫如作戰 所以不一定是到哪一天 而是隨著疫情的變化 隨時應對 好 謝謝 所以院長我希望說這個部分也要超前部署 我們要納入考量 我們的超前部署 就是現在 就相關應該有的醫療物資準備 相關有的醫療驗手 病床總統 我們都已經做最 應對最嚴厲的狀況 就是獄敵從嚴 我們現在是做這樣準備 希望不要有備無患 院長這個部分我們 確實我們做得非常的不錯 我們都要給肯定 但是我現在這邊還是要跟我們的很多民眾來請命 就是我想我們現在口罩的政策 我們從昨天開始 兩個禮拜可以買14片 兒童口罩是兩個禮拜可以買10片 但是院長我們從昨天 就是全國各個縣市 包含我自己住新竹縣 我們都一直在觀察說 這個口罩是不是大家還是排隊排很長 結果我們發覺昨天早上 我們新竹縣很多的鄉鎮市 他們去排隊買口罩的 排了一大串的人龍 將近200公尺 結果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買到口罩 所以真的想要請教院長 到底我們現在台灣的口罩的數量 到底生產量能不能供每個人一天一片這樣子的一個數量 我們現在的口罩生產量已經從當時的一天188萬片 到現在已經一天1500萬片 我們就所生產的口罩數量做最妥視的應用 如果說一個人一片 那是必須2300萬片 不是1500萬片 我們現在是1500萬片 而且1500萬片裡面 不是只有來排隊買口罩 而是醫療人員 我們優先給他 不但優先給他 而且本來應有的庫存量 準備量多少 我們還加倍 現在是這樣 另外 有一些公務上的 比如火車的司機 比如警察 比如軍隊 在特別服務的人員 我們都是直接就發給他 根本不必排隊的 所以依照院長這樣的說法 確實我們現在台灣的口罩的數量 還是不是不能夠完全因應我們全民一片的數量 我們也知道 口罩現在是全世界最珍貴的物品 台灣能夠這麼穩定 這麼便宜 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 謝謝 了解 而我們也覺得 不一定是每個人每天 因為有的人有用到 有的人沒用到 有用到的人來買口罩 買口罩的時候有排隊 我們買早餐的時候也是排隊 院長當然 院長現在是說 不是每個人不會每天用到 我這句話我個人是不贊同 所以不要讓我們尊解使用 我們大家都用錢買的 沒有人會去浪費這個口罩 去買就一定會用一天 用一片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最低的要求就是一天一片 但是政府現在沒有辦法做到 我剩下八秒鐘 我只請院長 就是說我想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的口罩能夠盡量滿足 國人能夠一天一片 我們盡量來滿足 好謝謝 謝謝